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想和大家一起體驗一個比較特別的經歷 就是和Chopper一起吃下午茶 我現在正在一個中環感中的交界 為什麼我會選擇一直走上來而不是坐的士呢 就是因為我怕Chopper在酒店會去廁所 所以我這樣走上來就可以讓Chopper有充足的時間 只有他要去的都先去 就不會在酒店失禮了 其實走上來也很快 也不用特意坐什麼的士上來 因為我由金鐘走上來其實也是十分鐘之內的路程 所以也很方便 這裏就是酒店的大堂 我們要去的Garden Lounge就在右手邊上面 剛剛就做了探熱這些基本程序 他們都知道我抱著Chopper進來 都沒有話的,我覺得很貼心 我有想過是不是要在室外的地方進入 我怕是進不到酒店的範圍 但是OK啊,很好啊 有姐姐帶位的Chopper來 多開心 這裡好舒服啊 我也是上網看到人帶小狗過來 才知道這間酒店是有露天的地方 在餐廳位置可以帶小狗一起吃東西的 而環境方面,這裡是很舒服 我是坐在沙發椅子 雖然三十多公斤都很大 所以一點都不會覺得厭 然後Chopper就坐在我的膝蓋裡 這裡有個位置很好 就是Chopper可以落地走 所以一會兒可以跟他到處逛逛 雖然這裡是沒有一個PAT menu 所以Chopper應該沒有什麼食物是適合的 但是其實可以帶他一起出來 然後在一個這麼Chill的環境裡 都蠻悠哉悠哉的 所以都可以一個很好享受的時光 有真是 可能這些天氣我都很少帶Chopper出去 什麼地方曬 因為狗仔中暑會有生命危險的 但是不帶他出去 他真的很慘 不經常運在家裡 他又看著我出去會不開心 所以找到這些地方我覺得都蠻開心的 我媽媽就點了一個冷的咖啡 然後我也是在喝熱茶 因為我都不太想喝冷的 幸好今天不算是一個超曬的日子 出來整個環境是很Chill的 我拍給大家看看 我不知道上面的風扇是否有什麼作用 這裡很有趣 還有一會兒在這裡拍照 應該挺漂亮 然後繼續走到旁邊 很多藝術品 那裡有個奇怪人頭 然後那邊就很多人了 我就不客氣拍了 然後這裡有一棵很漂亮的樹 上面在開花 然後上面就是酒店 好 好 等我扮一下貴婦 喝這個下午茶 這個是一個L Grey茶 我有一股很香的 我不懂應用 怎麼辦 我不是一個喝茶 它是沒有任何苦澀味 它喝起來是一個很清新的味道 不過我不知道這些是否叫好的茶 因為我平時是買好吃喝茶 你們會不會很好奇為何我不用抱著Chopper呢 Chopper在這裡睡著了 出發 哇 好棒啊 好可愛 哇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否很完美呢 整件事很輕鬆呢 那我慢慢介紹一下 其實我也不太記得有什麼 這裡有些薑膏 有些薑膏 有些曲奇餅 有一個牛油和一個果醬 然後最底的一層 就比較近乎一些鹹色 這個超可愛 好像很軟啊 然後有一個Palmerham的豆腐 然後中間有一個西瓜的 還有一些豆腐 我轉過來 它有些豆腐 然後這邊有些果凍三文魚的豆腐 然後上面那一層 就會是甜品 有Macaron 然後有些蛋糕 然後有這個 應該是一些脆脆Custard 等下吃才知道 這個龍蝦鮮肉的包是超軟軟軟的 真的很好吃 哇 它是薄荷醬 再加上青豆蓉 這個世界有什麼人會喜歡的 大家看看 Chopper大爺 你怎麼樣 你在看什麼風景 我今天就和大家一起體驗了這個 Demurray Garden Lounge裡面的 午餐茶 我覺得如果你本身很喜歡吃甜的 都可以一試 因為我本身自己不太好甜的 我就不知道它的水準 是不是一個很高的水準 但如果對於我這些人 我就覺得這些東西吃偏甜的甜品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是喜歡吃一些比較鹹的東西 或者是一般的甜品的話 這裡 是有很多很多 不是甜品的選擇 是有很多 全人可以供應的Menu 所以就算帶著小狗來 又不喜歡甜品 都不一定要硬要點這個 在環境方面 我覺得很值得再來 因為可以帶著Chopper Chopper又很悠哨 我覺得很開心 這件事 但如果有得再選 我未必會去點這個 對 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review 又喜歡跟我一齊 帶著Chopper去玩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 新天間訊息是六天 三天訊息是日間到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